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想让自己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 于是她三次前往一间藏在深山里的茅草屋 咦 她去那里干什么呢 接下来秦娃老师就给大家讲讲三顾茅庐的故事吧 我们今天要说的刘备呀 其实是汉朝一个皇室成员的后代 她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伟大的愿望 那就是重新壮大汉王朝的实力 让百姓们过上安稳的生活 可是刘备想要实现这个愿望 就必须要打败实力强大的曹操 刘备每天都愁眉苦脸 心里想着 哎 我现在实力这么弱 怎么样才能打败曹操呢 就在这个时候 军队里有一个非常聪明的部下 徐树 他跟刘备推荐了一个人 主公 我有一个朋友 大家都说他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要是他愿意帮助您 您肯定能够打败曹操 刘备听了连忙问道 快说说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徐树回答道 我那个朋友啊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叫乌龙 他就是诸葛亮 住在南洋的龙中 但是他性格很高傲 您要想得到他的帮助 可能要亲自过去请他呢 刘备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问题 我已经等不及了 现在就出发去南洋 刘备立刻叫上 自己的两个结拜兄弟 关羽和张飞 飞快地骑马赶去南洋 找诸葛亮 他们赶了好久的路 终于来到了诸葛亮居住的茅草屋前 三人翻身下马 刘备笑眯眯地把自己的衣服 整理了一下后 就走到茅草屋门口 咚咚咚地敲了三下门 吱压一声 门打开了 出来了一个小孩子 原来他是诸葛亮的小书童 刘备微笑地问道 小朋友 请问沃龙先生在家吗 小书童礼貌地回答 先生去外面旅游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请问您是 刘备知道诸葛亮不在家 心里那叫一个失望啊 他无奈地找了一张纸 刷刷刷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把它交给了小书童 随后就失望地回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 刘备听说诸葛亮已经回到了笼中 便又叫上关羽和张飞 他们迎着漫天飞舞的大学 跑到诸葛亮的茅草屋那里 想见一见诸葛亮 这次出来迎接的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 刘备兴奋得不得了 以为这个人就是他要找的诸葛亮 可一问才知道 这个小伙子是诸葛亮的弟弟 诸葛亮不知道又去哪里闲逛了 三兄弟又扑了个空 他们站在冷嗖嗖的大雪之中 冻得瑟瑟发抖 张飞这下可不干了 气得两只眼睛直冒活 大哥 诸葛亮这小子一定是在耍你呢 我们都来了两回了 就是见不着人 哼 照我说 直接把他绑回去得了 关羽也在旁边说道 对呀大哥 我觉得三弟说的对 这诸葛亮确实有点过分了 刘备听了 连王摇了摇头 二弟 三弟 现在百姓过着艰苦的生活 我这点付出不算什么 这次我龙先生不在 我们先回去吧 虽然第二次也没见到诸葛亮 但是刘备并没有放弃 几个月之后 三兄弟又一次来到茅草屋前 不过这次小书童出来对刘备说 先生今天在家 不过现在正在睡午觉呢 刘备一听马上回答道 那就不要吵醒先生了 我们在外面等他 就这样 三个人站在门外等啊等 可是诸葛亮还在那里呼呼大睡 张飞又沉不住气了 瞪起眼睛生气地说道 大哥来了三次 这个诸葛亮居然还在睡觉 等我烧了他的茅草屋 看他还睡不睡 旁边的关羽连忙拦住了张飞 不让他去干这种无礼的事情 又过了两个小时 诸葛亮终于醒来了 他知道刘备站在门口等了很久 连忙把衣服穿好 把刘备请到了屋子里 诸葛亮不好意思地对刘备说 我一个乡下人 让将军等我这么久 真是太没礼貌了 之后两个人便坐了下来 刘备问了诸葛亮 很多很多治理国家的问题 可这些根本就难不倒聪明的卧龙先生 他只是稍稍思考一下 很快就能回答上来 刘备心里佩服极了 哇 这个传说中的卧龙先生 真的是太厉害了 于是刘备诚心诚意地 请诸葛亮来帮助自己 诸葛亮见刘备亲自找了他这么多次 也知道刘备的心里 一直装着老百姓 便答应了刘备的请求 给他出了很多带兵打仗的好主意 就这样因为诸葛亮的加入 刘备的军队 实力得到了快速增强 后来刘备也越来越重视诸葛亮 就封他做了大丞相 有了诸葛亮的帮助 慢慢地刘备的队伍 逐渐就追赶上了曹操的步伐 成为一个实力强大的新团体 好了 看完了三顾茅庐的故事 下一期节目 青蛙老师就带着小朋友们 去看看另外一场重大的战争 赤壁之战 面对曹操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 诸葛亮又会帮刘备想出怎样的计划呢 那我们下期再来了解一下吧 拜拜